因为公共产业安全委员会造级人 不是什么组长 你要搞清楚 不要听不清楚 第一个 来讲 如果我们这个商业区不开花 那当然我也没有什么停车场的规划 这个问题 还是地下停车场 不要以为是什么地面停车场 是地下停车场 各位你再想想看 台北车站如果当年有知道说 有这么发展的话 可能那个台北转运站照就做 不会等到又搞那么久 四五转运站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就要看的不是明天 是看的十年二十年后的事 现在做 现在如果真的有要开花的时候 一起做那个成本很低 你等一下已经 三十三层大饭店盖好了 二十五层盖好在旁边 你看那个地下停车场怎么做 还有佛德 三十三层他都不想 不想继续签下去的 其实在厂商的立场 我们不能只算 那个我们要什么 那个厂商他就是大概坐不下去 才会放弃 所以大家要思考这个问题 那这个安全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你老是很危险的 所以你要赶快尽早规划 都更 我的台北市政府已经给我们 预计了 那个疫症的话会倒几千间 可能我们这边就是涵盖在内 大家有那个心理准备 再来我想今天 可能没有太多那个共识 但是至少我看一个共识 大家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个共识 半年前我已经跟那个王清高副局长建议 那个胡德平宅已经都进空了 他早就该拆掉了吧 对不对 那个你现在两栋要报备 是不是赶快先拆掉 至少让大家先停车 那个临时停车场爽快一下嘛 视野也看得快快乐一点嘛 这个是应该是就是可以马上进行的 不要再拖了吧 因为你以后要做什么 也是要拆嘛 地面先把它推平净空嘛 那那个 我刚刚走过来看到 还围着防线 那个随时一爬就上去了 那个是一个治安的大死角 各位你走那里有没有感觉 吊吊 暗蜜蜂 那个两栋 你现在因为我现在第一次听到 你现在四栋要动电影拍摄 警察攻坚演练 以前没有这个提议嘛 现在有 但至少还有两栋啊 是不是赶快净空掉 谢谢 你好 我只是想要询问说 那个第三种商业区 我上网去看了一下 应该是会做饭店使用嘛 那我想请问的是 其实在信义区 尤其台北市政府旁边 那个W Hotel 然后韩社艾美 然后还有加上 就是韩社艾美旁边 现在又有一栋新的 也是那个 后来会变有 无线广场那一栋 全部都是饭店 然后比较近的 还有像是松山烟场 其实陈平那一栋 现在楼上也多饭店 我不知道住房率究竟多高 还有是不是觉得说 未来会有很多 观光客继续前来 所以我不是很了解 为什么要在 呃 饭店密集度这么高 而且新饭店这么多情况下 还要在设计饭店 这个我希望可以提出说明 我先要注意一下 呃 商业区的部分 我们在这一次的 都市计划是没有调整的 那这个商业区呢 它基本上是可以做 商三所有的使用都可以做 不管是旅馆 或者是办公室 或者娱乐服务业 或者是餐厅健身服务业 旅馆当然是其中一项 所以 因为目前只是在 都市计划的阶段 他没有开发计划 所以 目前还没有 确定他要做饭店 所以也不知道 他会不会做饭店 所以这个部分 可能要 要跟大家澄清一下 对 没有没有 目前是没有听说要做饭店 那是早期啊 早期先要赶索 好